注射那场就是让我们选择了真实的注射 反正就是全身是在金鸾 就抽搐 反正就是我的光慢慢没了 然后就听见有人哭 然后导演说停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大声地哭 他说超哥我以为你死了 拍完所有的戏之后 反正就是完全就是空的 反正他确实是让我有点神经质 在拍摄过程中到现在 总觉得还意犹未尽 总觉得还没有替他说完那个事